需要併阻 今年的一个 对不起我刚刚有一个东西没有讲到 虽然等下还会再看到一次 但是刚刚有没有讲到 今年的规范是说 你来申请原则上就申请一整天 那如果你觉得没有办法的话 你就勾一下说你没有办法 然后我们尽可能的协调 你可以搭配这样子 那今天其实关于distribution 这个地方其实可能也会很像 那假设各个社群自己有能力塞满一层轨 我们原则上不会去阻挠各个社群 就是不好意思啊 你也是distribution 你也是distribution 你们两个 不可以各自沾一个 你们要合并 我们大概不会这样子 除非场地很不够 那很不够的话我们就这样做 就有可能会这样协调 但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大致上不会 特别去要求他们要merge在一起 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 这点我这么说 就是我们尽力而为 当然对我们来讲 能够大家都出现是最好 所以就算你只能半天 你只能两小时 我们会希望你出现 但是如果假设我们找不到 可以跟你pay 那也爱慕能住 只是说我们会尽可能的 尽我们全力的去协助你们 这样好不好 这个可能 说实在可能情形很多 我们现在先假设说 大家我们 比如说我今天看到十几个 说二十个社群都来申请好了 然后二十个社群都来申请 他们也都说自己可以再买一整天 那我只有 我先假设说我只有时间 把十个trader可以给你们用 所以势必得要合并一下 那合并一下后 我一定会很诚实的跟各位说 就是我现在空间就是不够 那空间不够的情况之下 我还是希望各位都可以押进来 那有没有人要先合并 我大概会这样这么做 那另外我也会各自去协调说 就是性质比较相近 看一下说大家愿不愿意一起合作 来站一整天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也有可能我们去争取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多来一两间教室 这也有可能 所以怎么去做决定 我想这可能我不会预设说 我应该怎么做 而是我现在有一些方案 然后我都还没有去实践 但是等到到时候稿子进来 那我们看到以后 我们会再去做相对应的 就是动作这样子 OK 今年来讲 我们还有一项改进 是 关于其他 就是去年 其实我们有一个 额外的其他的说明 说 假设你要投的东西 不在我们列出来的社群里面 也是可以投 然后我会负责帮你 转给相关的社群 但是今年我们稍微做了一点改变 因为 说实在来 就转给相关社群 也不一定有相关社群可以收 就是 假设是非常 独特的一些 演讲 那他就是没有社群可以收 所以我们今年有另外一轨 是那个 Others 就是其他轨 那这个其他轨的 格式 目前的想法是说 它的格式会是固定 就是一律都是15分钟 那你投来 只要我有空间 我就会让你上 然后并且你是 open source 的东西 我就会让你上 所以一方面 假设说你是担心说 我今天可能凑不满 那所以我可能只是要投稿而已 那如果15分钟符合你的需求 那你或许可以到处就直接投Others 就好了 那如果15分钟不符合你的需求 今年要不要有onconference 这个东西还在讨论 那其实都是比较受限于场地 我们今年场地说实在比较小 所以今年人数没有办法那么多 那所以可以怎么做 我们得要看情况来做一些应用这样 但也有可能有 只是目前不敢报证 如果你已经有确定合作的社群 那你们填一个就可以了 去年也是这样 就是比如说两个社群 或三个社群一起办 然后就填一个 A社群乘 B社群乘 C社群 这样 然后内容就是一起写 那今年的制度上面来讲 我刚刚的一张slide 没有提到说 就是每一个社群 需要提出两个协调人 在一开始申请的时候 就有两个协调人 这两个协调人 这两个协调人 他会被视为奖者 因为我在CostCover的定义里面 我会说 你也是奖者的一者 然后所以奖者 或相关的信 你都会拿到 那当然你也会有票 这是一定的 那另外呢 你必须要提出一个人 在通过之后 你必须要提出一个人 来协助CostCover 来加入CostCover的团队 那他又一直变成工作人 他当然一定会有票 不过其他的人 我们目前的打算是 有可能不会额外发 但是这都是可以谈过的 那不额外发 是因为说CostCover 一直都免费的 那所有的本来 就都可以去申请票 你不会故意说要 那二方面呢 CostCover有一个制度 叫做开源贡献者票 就是你只要有开源相关的贡献 其实你是可以不用买 不用不是要不要买 因为反正是免费的 就是你是可以不用跟免疫情抢票的 你现在就可以去报 然后再到时候我们审核过了 就是你有确切的open source的贡献 我就直接发一张票给你 所以我们蛮鼓励各个社群 直接就邀请自己的工作人 去申请这个东西 而不是我额外先发给你票 那希望这个是 这也是今年改的方式 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跟着我们一起做一些实验 看就是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我讲一下去年的报的人里面 最简单的是只有一个 一加一严格讲起来 一加一 因为他有找一个门神 然后就是来帮忙顾门的 最简单的就是好 两个人 然后就报了半天的shake 那最多的呢 最多的有到快20个 那个 有一个 那个angular angular那边的助教群就10个 然后他还有其他工作人员 自己再报名来 那另外 那个wordpress那边也有好几个 所以其实都还是少 蛮取决于说 你自己想要干嘛 那最简单的形式来讲 只是演讲 那其实一个人 两个人就够了啦 所以你的两个协调的人 就已经够了 那如果你要弄得很复杂 你当然有可能需要很多人 所以要准备多少工作人员 比较好这个蛮取决于你的 议程的形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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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